我剛剛拿披薩是坐計程車啦 我都覺得那計程車實際 可能要傻掉 轟下車那一種 因為味道 哈囉 我跟妳說你現在沒打開 為妳的味道 3 2 1 其實 我真的很害怕 哈囉大家好 我是Melody 我是彥慧 看到我們就知道 我們又要來開箱 恐怖的食物啦 今年可怕的來了 畢生客他們又配出了一個 全新口味的Pizza 新德烈奇Pizza 是什麼呢 而且這個口味 是一個大家很多人不敢吃的水果 沒有錯 就是 榴槤 他們推出的這個品名叫做 流氓水晶晶Pizza 顧名思義就是 榴槤加芒果 啊加芒果 大家可能覺得很正常 芒果就甜甜的嘛 但現在是 榴槤耶 對其實榴槤呢 我自己從小到大 只吃過一次 但是我就不敢再吃了 梅樂蒂你能夠敢吃嗎 我活了27年來 我連聞都沒聞過 看是有看過 但是吃真的完全沒吃過 真的假的 所以說大家說那種 像大便 像放屁這種臭味道 完全無法預設 啊今天吃的 我就也不會知道什麼味道 所以大家就是最真實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反應是最真實的反應 我跟你說 我連什麼道具都準備好了 嘔吐帶 天 水瓶 衛生紙通通都來 我就看我們等一下 到底有多臭 你們也太用心了吧 就讓我們兩個仙女痴 這樣合理嗎 這大家都說 我們今天來挑戰那個 真的超大膽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對 聽說剛剛公關也警告你對不對 對就說叫我加油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 就要來拆開它 好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打開囉 我跟你說 你現在還沒打開 為什麼它味道了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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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道超濃耶 你看你從小到大第一絲聞到 我真的第一絲聞到 我來騙喔 外觀其實看起來蠻美的 對蠻美的是真的 它是整個呈現這個金黃色 亮晶晶的感覺 然後 這個上面就是 是那個必勝客LOGO的氣質 這是很正常的東西 是這個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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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這就是榴蓮塊 對 那芒果呢 芒果好像是 芒果醬打上去 所以是不會看到 就是你可能大家吃到甜甜的味道 好 美樂蒂 現在我們要開始試吃了 好緊張喔 我的初體驗喔 人生第一口 榴蓮 真的 好重喔 原來這就是榴蓮的味道 怎麼樣怎麼樣 剛剛那個是起司 旁邊的黃黃起司 看你吃我都覺得緊張的吃了 有感受到榴蓮的味道嗎 有耶 不然我覺得 我的味道不是很好耶 可是可是可是起司味道很重 沒有芒果的味道 起司味道很重 我再吃一口 所以起司可能有可能蓋過它的味道嗎 我覺得其實吃起來是甜甜的味道 但有可能是我還沒有吃到這一塊榴蓮塊 你要不要唱什麼 榴蓮塊會不會最驚人啊 因為我剛剛吃到感覺是榴蓮醬配餅皮 所以就是甜甜的 然後也說不太出來這是什麼 就是甜甜的披薩 然後一堆榴蓮醬 芒果醬 然後濕濕的餅皮 我現在是要咬那個榴蓮塊嗎 大魔王 我沒有吃過榴蓮耶 人生第一口 我覺得會有點膩 實體的榴蓮 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無垢的麵條 爛爛的麵條 榴蓮真的就是那個那一面 它味道真的有很濃了我覺得 可是看你吃覺得很好吃耶 我跟你講現在午餐時間有點餓喔 阿屎有多餓 但是 我非常第二塊不好意思 看下一位喔 下一位來了 好我 我以我那個 從小到大吃過 只吃過一次榴蓮的經驗 我來吃它 我現在感受到榴蓮 好吃嗎 其實 就是 我真的很害怕 今天怎樣 又是我念 味道好重是不是 我覺得我比 山菜豬血糕 好 還害怕耶 好我只能說就是 如果很喜歡吃榴蓮的人 應該會很愛 然後 如果不敢吃榴蓮的人 應該也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 它味道沒有那麼重 對 因為它比較淡 但是 它有點被那個 起司 蓋過去了 我們剛剛吃完披薩 我現在內心還是有點緊張 但是聽說還有第二樣產品 第二個是 榴蓮 是什麼 喔好 第二個是 榴蓮起司 唐陽雞 我現在要來打開 其實就是 是榴蓮加炸雞啦 我開始吃掉了耶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其實沒有什麼榴蓮的味道耶 我覺得就是唐陽雞的味道 然後它們有一點點甜甜的感覺 如果你不說它是榴蓮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榴蓮 這個好吃耶 就是我蠻推的 對 如果以唐陽雞來說 它上面要加了甜甜的醬的話 是加分的 這榴蓮披薩對我來說是很新奇的 的挑戰 我又沒吃過榴蓮 沒有錯 我第一次就獻給了必勝客 炸雞是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覺得榴蓮控 應該兩款你們都會非常的愛 對 那你這款的意思是 你要把它打入冷宮嗎 下次再來 下一個再挑戰 來蓋起來謝謝 我們就是歡迎大家可以 對一起跟我們挑戰看看 一起來吃這個榴蓮披薩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